土豆要是做好了,人人都爱吃 今天教大家用两个土豆做一道你没吃过的美食 首先,我们把土豆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然后放到蒸锅 开锅上汽蒜,蒸12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两块钱五花肉 剁成稍微粗一点的肉沫 再切点青红椒沫备用 土豆蒸好,取出来,放到碗中 加入一小勺盐,增加底味 再用勺子把土豆按成泥 不需要太碎,差不多就行 重点是,一定要加入熟的原味豆浆 这样口感才会丝滑 而且会增加土豆和豆浆的综合味道 拌到这种入口气化的感觉就可以了 然后,把土豆泥放入盘中 我们先把肉沫炒香 加点花椒面,特别提味 再加入葱花和酱油,炒出香味 然后加入一勺清水 少放一点盐 加鸡精,胡椒粉,白糖调味 下入青红椒沫 开锅连水淀粉勾芡 汤汁能挂住勺子就行 最后,把汤汁浇到土豆泥上 再撒点点葱花 好吃到你无法想象 老弟主业分享了200多道美食了 一天不到吃啥的时候 就让老弟主业扒了 要是能给老弟点个双鸡 那你就更讲流了 不懂的,记得给老弟发消息 感谢您的支持